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你说你喜欢我 先说好啊 我是越夸奖会越优秀的类型 你要多夸夸我 不错 三月小姐撑到了现在 你通过了 我说过 我是越夸越会优秀的类型嘛 三月 凭你眼下的剑术 即便面对公司的机甲 也能稳操胜券 我也有这样的信心 但你现在再回头看看 是不是有了比剑术更重要的收获 这段时间 咱们不仅向两位老师学了剑 还认识了很多人和事 得到很多宝贵的体验 这些都将成为你剑术的养分 就像是你的云离师傅说过的 这大千是剑 无处不是剑 无处不是剑招 好像 确实是这样 现在 关于如何击败斯科特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嘿嘿 就这样做 我已经有想法了 我记得当时燕青说过 战胜一群恶徒的方法有很多 不过 你若想成为英雄大侠 除了提升自己 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三月七 现在你觉得 自己离你理想的英雄大侠 更接近了吗 当然 我心里的英雄大侠会这样做的 我心里的英雄大侠会这样做的 二位 听说斯科特已经送来了战帖 我们想着能不能做点什么 帮助三月小姐战胜斯科特 谢谢霍霍 你愿意教咱学会摆弄除魔道具 就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多亏了各位相助 本姑娘虽然学见没有多长时间 但击败公司的机甲 我还是有信心的 哪里哪里 是我要多感谢三月七小姐才是 我记得那个斯科特 不是被他教训过一次了吗 怎么还敢回来 人类是学不会吸取教训吗 尾巴大爷此言差矣 有句话叫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是斯科特是个小人 我猜他连隔夜仇都忍不了 现在可让他带着机会了 不过嘛 要是就这样击败他 总觉得有一些 不够痛快 我也说不清楚 我明白 这种学不会吸取教训的家伙 就算毒打他千遍万遍 也还是不会吸取任何教训 他是不会发自内心被你打服的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不是本大爷说你 你太顺着那个斯科特的思路走了 他定下规则用机甲与你手中三尺剑比斗 你就同意了 他说赢了怎样输了怎样 你也同意了 这整个就是一场斯科特组织的运动会啊 赢了也没劲 你算是问对人了 咱是岁阳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 大爷我有些岁阳的本事 活活 揭开封印吧 只是附身可是不够的 我要深入他的内心 你们等着瞧吧 本大爷会让斯科特起心革面 诚心诚意的认输 你说这痛快不痛快 啊 不愧是尾巴大爷 瞧瞧 这不是我们女侠 三月七吗 本姑娘没有躲没有藏 你下了战帖 我就前来应战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比武就比武 还给我写恐吓信 吓唬谁呢 恐吓信 什么恐吓信呢 少装傻 这不是你们偷偷塞我口袋里的吗 世强凌弱 傲慢无礼的大罪人 斯科特先生 你将扭曲的权力欲望 施加在无辜的店主身上 并对拥有历史与传承的 仙舟剑术出言不逊 我们决定 让你亲口坦白你的一切罪行 你那扭曲的欲望 交由我们取走 这字也太难看了 你刚才要没给我读一遍 我都没认出来写的是什么 你找死 哎 跟他谁说话 没 谁都没说坏 你听错了 好了 废话少说 蔡远奇 准备好血口去 我甚至 没看到他拔剑 时间好像静止一半 而我 只看到一道绿色火光闪过 刹那间我回想起 而是我曾在海边凝望比方 看到浓雾背后 有一盏绿灯若隐若现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那个女孩 拉克什米家的房子 什么人会在家里点绿灯啊 他们家真的蛮不正常的 啊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些事 这是走马灯吗 我是不是 已经死了 啊 看起来这就是斯科特的内心世界了 老子得找找他最扭曲的欲望是哪里 啊 斯科特 你赶紧给我滚过来 这好像是他爹 他们人类好像经常要用一生治愈童年 斯科特可能也不例外 爸 大周末的喊什么喊 我正睡懒觉呢 懒鬼 还睡懒觉 跟你说了多少次 信用点会睡懒觉吗 自由市场会睡懒觉吗 看不见的手会睡懒觉吗 哎呀算了 这个一会再说 刚才佩法纳的父母来家里了 听说佩法纳打飞棍球是被撞 壮蛋的腿还是你背他去的医院 一定要来拜访一下儿子挚友的父亲 原来斯科特小时候是如此心地善良 你这混账 你和佩法纳不是争夺飞棍球队队长之位的竞争关系吗 你和自己的竞争对手玩什么朋友游戏啊 还背他去医院 你还挺会关心人的啊 跟你说了多少次 林登斯科特 我们斯科特家的家会是孤狼 侠讯师 没有敌人 没有朋友 只有猎物 你会背你的猎物去医院吗 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该说不说 这小斯科特还真可怜 可是 爸爸 他的腿就是我故意撞断的 我若是不送他去医院 别人该怀疑我了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啊 斯科特 是爸爸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了你 爸爸向你道歉 没关系的 因为我最喜欢爸爸了 真是犬父无虎子啊 看来这里没有最有趣的余望 老斯科特 老斯科特 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 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道东西被抓了 常在河边走 那又不是邪 我只有一个问题 长官 谁出卖了我 这是内部检举 是我们保密 内部检举 这件事设计的大部分人 要么没动机 要么没证据 会是谁呢 爸爸 是我做的 我出卖了你 你 你 斯科特 你竟然出卖了我 真是父慈慈笑啊 老子要看哭了 我真是父慈慈笑啊 这些人 我真是父慈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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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啊 孤狼 爸爸 依你为傲 父亲 我谨遵教诲 感觉这人的童年已经没救了 他最扭曲的欲望根本不在这里 斯科特 我最好的朋友 我要被调职到踏踏凉了 下班后一起喝杯酒吧 这人竟然还有朋友 搞不好这里能找到 些让他细心革眠的关键要素 塔塔里昂 那是边境要塞剑哪 你这段时间的工作也没出什么差错 就是你从中作梗让我被调职的吧 咱们组可没别人有这样的手段了 笑死 我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呢 没办法 你那个职位实在太令人垂涎了 我只能这样做 不只是为了职位吧 还有拉克什米 以后没人会再和你争抢了 拉克什米 浓雾背后有一盏绿灯落影若现 难道他是斯科特心心念念的爱人 请向我保证 你会好好对待他 当然了 阿沙瓦特 你就放心的去塔塔里昂夫人吧 我会替你照顾好拉克什米的 看来最扭曲的欲望也不在这里 斯科特 我们认识多久了 七八年了吧 怎么了 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 竟然才发现老家离得那么近 你说离谱不离谱 我们平时在公司 也没机会聊这些吗 没想到斯科特还是个纯情的人渣 这些年 有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 不敢对你说 你喜欢我 对吗 你怎么这么突然 很不错嘛 斯科特 很知秋 老子很欣赏你 斯科特 我想 和你成为恋人 斯科特 终于让老子找到了 这就是你的软肋 终于让我抓住了你的软肋 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 咱们部门可是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的 只要我将这段录音发出去 你就再也没机会和我竞争转员的职位了 蜜田 耍 斯科特 我喜欢的 正是这样的你 你也逆天 我明白了 我会给你让路 但等到有一天 我想这样战胜你的时候 请你 接受我的心意 这就不了吧 因为我 是一匹孤狼啊 那是一只狼 不对 那是四哥的自己 他身后的王冠 一定就是最扭曲的欲望了 终于深入到灵魂深处了 你这人真是无药可救 老子会带走你那扭曲的欲望 你是谁 这是我的私人领地 你是怎么进来的 本大爷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需要你同意 让本大爷好好说你两句啊 你说说你 为了上位 你是一点你人的事儿都不干啊 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功 我是斯科特家的骄傲 是一批合格的孤狼 为了走上人生巅峰 什么都做得出来 可你真的快乐吗 你欣赏了亲情 友情 爱情 只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戏友人 你好好扪心自问一下 你 真的快乐吗 我快乐吗 我 我真的快乐吗 我 我 我真的太快乐了 我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 牺牲感情 天真 感情有什么用 感情能变成我餐盘里的火腿吗 能变成我酒杯里的红酒吗 能变成我开的兴建 住的豪宅吗 感情能换几个信用点 你倒是回答我看看啊 但是信用点可以换感情啊 只要信用点足够多 我想让谁做我的朋友 谁就能做我的朋友 这人确实没救了 也许要换个思路对付他 但我才不会把钱花到感情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因为我是一匹孤狼 一匹斯科特家的孤狼 没有敌人 没有朋友 只有猎物 来吧 古朗斯科特 瞧瞧本大爷的厉害吧 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剑 游戏帮 游戏 肯定是在旁 忍收在信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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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燃星海 快点开场 尾声门阵 斯科特专员 斯科特专员 你怎么了 斯科特专员 刚才三月七一挥剑 就有一个绿色的东西冲进了你的身体里 然后你就站在那里嘴上念念有词 你还好吗 喂 斯科特专员 你们到底对斯科特专员做了些什么 我 我什么也没做啊 可别怪到我身上 尾巴大爷 你 你对斯科特做了什么 想什么呢 本大爷只是抢走他内心最扭曲的欲望而已 你们就瞧好吧 斯科特的样子看起来怪怪的 尾巴大爷 你真让他喜心革面了 老子也是第一次尝试 还不得到生活如何 哇 能让这种家伙喜心革面 尾巴大爷 你可真不简单啊 嘿嘿嘿 本大爷比你想得更不简单 快看 开始了 哎 啥睡醒啦 你可真不简单 等等 Tanner大爷 搞的被紀念哪 你自己想走 没有了那扭曲的欲望 他是真心诚意地 想成为一匹孤狼了 那你可记好了 千万不要与活活为敌 四哥特专员 你别咬我 快跑 四哥特专员放狂咬人了 我还以为尾巴大爷会附在我身上 引导我展现出超凡绝伦的碎羊剑法呢 都说了本大爷不是那么暴力的碎羊 我之前的路上被人拦住 说我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 namely 我和声 我抹发 了解 民优党 你们还要 最后